这个是熟了,网纹密布全果,有香味了现在已经,我们把它摘掉 这家也有一个,你看这个泥巴喷的,下雨下的 好脏啊这瓜 这个是刚才我们摘的瓜 这是一种网纹白蓝瓜 它的果皮是白色的,稍微带点黄色 我们来撑上它重量 2.4公斤,我们来尝一下 它挺脆的这个 这果肉还可以 果肉比较厚 青白色的,稍微带点青 甜香味并不是特别明显 我刚尝了一下它的第一口呢,青糖非常甜 而且是溜在沙制的 有点粒状的感觉 但是近皮处呢,靠近皮这样的,甜度很低 是清甜的 这果皮比较厚 而且你看这个纤维质呢,是清晰可见的 很粗的纤维 对着阳光看呢 很明显的,你看这个纤维质 今天还是没有,今天是阴天 好不好吃啊 好吃吗 我觉得不好吃 没有了 你还没吃完呢,啥没有了 再吃 我们测一下它是褶黄糖 取得这个靠近中性果肉 汁水这样看起来是挺多的 但是对胃脸的冲击也没有那么强烈 它的清糖呢,在18度左右 它的清糖是很高 但是近皮处呢,甜度欠佳 我们就要测一下它的近皮处的甜度 靠近果皮的位置 这也不能算太多的果皮 这肯定要吃的,平常 它的近皮处那个糖度已经降低到13度左右 已经很低了 整体来说,这是个比较一般的品种嘛 一般的白蛋瓜 我觉得它没有以前那种 老品种的白蛋瓜好吃 首先它的甜度 这个光它分布呢,不是很均匀 你看它,清糖18度左右 而且到这个位置 它就应该是13度了 这么厚的果皮 它是没有什么甜度的 这瓜呢,你第一口下去 哇,好甜 然后你再吃呢,第二口 没甜度了这个 第二口就感觉像在吃黄瓜一样的 我觉得它并没有那个传统的白蛋瓜好吃 果肉很粗 汁水呢,也并不是特别多 香味呢,也并不是那么浓郁 这就是个普通的商业栽培品种 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比起去年吃那个白蛋瓜 差的很远很远 好了,今天的视频